今天聊的是美中两个霸权战争 10月份会重新谈判 重新对话 那中南海现在希望可以 顺利10月1号大阅兵 而美中贸易战是一场 长期的持久跟消耗战 同时呢 路透社这两天 还有一个新闻说 这个发现蛮多假黄金的 结果呢 怀疑这一些假黄金 压根来自中国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 在黄金买卖里面 一般人比较有多的 比如说做黄金存折的操作 那另外一个在市面上 除了饰金之外 就是你做成饰品的饰金之外 有一些投资会 他会去买这种所谓的这个金条 可是以金条来讲呢 事实上也不是说 每一个国家通通都会做 比较多的都是来自于像瑞士 就我记得大概这三四个厂 他主要在做 像我们中央银行所发行的 其实也都是跟国外 这些所谓金链厂 所买来的这样的一个金条 可是呢却发现到说呢 现在在市场上 有将近这个5000万美金 就折合台币大概15亿左右的 这个金条呢 其实被发现到 它有可能是假的 所以假的意思说 它并不是 它其实是黄金 只是呢这个黄金上面 因为每一个这个所谓的 链制厂所出来的这个 这个金条上面呢 其实第一个有它的logo 第二个有它的成分 第三个是有它的标注说 这个是来自于我这个地方 也就是它给你做为品质保证 结果发现这一些这个黄金呢 其实它做的也都一样 只是呢这些不是由 这个所谓瑞士金链厂所出来的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这也很有可能是什么 当我这个金条 如果被这个市场上 所接受的时候 是它流进去之后 在市场经洗过一次 那之后就洗掉了 所以这洗掉的时候 大家认为说 这些东西很有可能 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那至于谁 刻意把这个东西给流出来 因为你要做 这么大量的东西 事实上你必须要有 这么大的量 你才有办法给它做 所以是不是只有 民间来做呢 还是有刻意的 有组织的 有官方的 一起来摄入这件事情 这是第一个 因为它会其实严重的 也会去扰乱 整个的黄金市场 那第二个是呢 现在大家看到 11要来了 那这一次是 中国大陆建政70周年 现在才传出来 就是在8月底的时候 中国大陆已经全部 进入了 叫所谓安保模式 安保模式 其实也就很简单 就是你从地面到空中 我全民都管制 比如说以地面来讲 我们一般来讲 柴米油盐 叫做进到厨房里面 应该用刀子 剪刀这些都很正常 但是它现在通知你的卖场 告诉你讲说 不好意思 从这一段 安保的这个期间里面 大家不可以随便的买卖刀具 那你不能随便买卖刀具 你说我这些刀子坏掉了 怎么办 我真的要 不好意思 请你提出申请 你的申请单来了之后呢 等到我和可玩了之后呢 我再做 可是你说 怎么搞得这么麻烦 不好意思 中国大陆在每一次 只要有重要事项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 进入安保的条件 上一次19大的时候 我跟你讲 除了是这些之外 说我禁止买刀子啊 什么东西 要殖民登记之外 它连工厂都跟你说 我跟你讲 现在这个时间太重要了 你也不能放烟火 你那烟火工厂全部停 我跟你讲 同样的事情 在这一次的安保规定里面 一样跟你做出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北京啊 在很多地方 要有蓝蓝的天空 你如果又搞这个什么工厂 又燃烧废气 又搞了我们天空 你想想看 光这个大阅兵的时候 他当然希望看到 是所有的重装备 在那个街道上 看过去 哇 漂漂亮亮 配上蓝天白云 如果上面是乌云密布 能看吗 所以他也要求周边这些地方 不好意思 你的工厂会排放了 全部通通给我停工 那等到我阅兵完了之后 大家再来看着办 第二个是什么 你知道 你说我不能 一般民众不能买卖 他这次也严格到什么程度 他说 你现在有市场对吗 市场上面 你卖菜的 你可能用不到刀子 但是卖鱼卖肉的 你总要用到刀子 他说不行 我告诉你 现在你在市场上 包含到鱼货市场里面 他也告诉你 讲说所有的刀子 这些东西 只要能够被人家看见的 你通通给我收起来 甚至有一种刀 特别被管制 叫做鱼鱼刀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鱼鱼刀特长 鱼鱼刀那一把 30公斤以上 他就说你这个东西拿起来 你像当武士刀还是这样 不好意思 连这个刀子都全面管制 所以你看得到 其实中国大陆 他进入到这样一个 安保的这个条件 他除了对自己 这个地方来说 难怪他会质疑讲说 你现在中国大陆 现在把它整个紧缩起来 那有没有可能 在11之前 你香港那边继续弄 他现在告诉你 讲说我习近平 什么东西都跟你讲斗争了 我一下都要弄进去的时候 他会不会把所有的东西 都在11之前 全部把它给控管住 所以现在北京的戒严状况 比香港还要严重 对 因为最少香港 你还看得到 他可以拿鱼刀 不过香港也没办法 拿着刀子到处跑 那现在只有问题一个 就是说你看得出来 比如说他中国的 这个所谓政法委 在最近的时候 其实也提出来讲说 你躲得过初一 初十五你怎么办 而且就讲说 你的月圆之夜 叫你这些人通通都算一算 那我就讲 同一个时间里面 比如说习近平 他也在中央党校里面 提到了港澳台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 某种程度上面 一直都放出了一个讯息 你看他们之前 他们自己的 这个中国大陆官方的传媒 甚至还讲过说什么 你知道 他说接下来就立秋 立秋之后要干嘛 就休觉 所以很多人就会讲说 那你是不是在这里面 因为他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借口 就是我11的时候 我整个通通都要求 我的秩序是要OK的 那我如果香港这个问题 他被认为说 你觉得当然是我内政的状况 那我一并把他给处理掉 嗯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